我是FF 你好,是FF 我還是FF FF貓真是好 你跟FF肥肥了 最近任麥說過我前夜告營 新年時間多謝 原來的 這場Final來說 會有Roy對Song 我們看看Roy的隊伍 剛才看了很多次 是一隊比較標準的隊伍 由Grandon和Sernius 組織的主軸 你覺得哪一隊在用X月 這隊似乎相識 是誰經常見過的? 這隊都是Regional 應該有一點改變 但他見到是 不如直接看看 究竟是甚麼隊伍 大家看不到,不好意思 Sean那隊是X月 接著是企鹽俠虎 Stakataka,Smeagol 和田南美后的 這隊好像在澳洲 阿斯都獲得了很不錯的成績 是啊,我忘了是誰 分別是EGU獲得了冠軍 和亞軍也是用這一隊 亞軍是Lude Kertel 其中澳洲一個很厲害的 選手 他打National 甚至這個International 他曾經有一個很好的成績 但還是拿不到冠軍,不好意思 沒有記錯 他好像在16至19 都是完全是 在澳洲的National 或在IC 其實來說這個已經是 很好的表現 尤其是你在之後IC 有外國的選手來參加 競爭更加大的關係 就是 打50 對 好,我們來講 立即開始這場比賽 如果兩位選手沒有問題 就可以開始了 5 4 就是令陶奴犬 他的神技 升回避 升速度 令到Addu 扭轉這個 Match up 叫做小 那陶奴犬 其實在這個 特性上 居留一點是佔運氣的成分 是啊 如果你 這麼不幸 這個Moodie 升了回避率的話 你想想處理他 因為他放在場中 他 一是催眠你 一是Follow Me 其實你會 那個選擇會少了很多 限制對面的選擇 其實 沒有辦法 其實選手 就要想辦法去爭取一下 Coco犬 這個趨勢 好了 我們回到這個 Match up 你會覺得 誰的優勢大一點呢 如果你問我 其實我覺得 Roi Sir那邊的 壓制力 好像是高一點點 但是 要去 有些方法去 搞局面的Coco犬 就好像比較 甜 沒有這種方法 當然 他其實也有Coco的 保護 就防止對面 有一些催眠的行為 例如 Lovely Kiss 或者是Spore 當然 壓制力上 Roi Sir那隊 因為有很快的可惜 關係 可以對面的兩隻神獸 都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好 我們看到Roi Sir 就先拿了 Grandon和Tapucoco 另外一邊 就用的是 Tapucoco X的手法 其實這個手法 也是 Roi那邊 很明顯 用Tapucoco 的場地 先封了 Smeagol 催眠的能力 而另一方面 當然就是 Grandon 有一個物理的攻擊 控制 控制對面的血量 那其實 Coco 會不會 特別的招 去阻止 例如4me 去忍技的人 當然有 Coco 因為其實 他的變化也很大 Coco 除了有些電器的招式之外 其實你可以用一些物理 Coco 這個 Wild Charge 的Coco Brave Coco 我看過不少 剛剛IC 有一位 年輕選手 Evan French 說他有一隻物理的Coco 令對面 完全措手不及 那今晚會出現到 一些Brave Bird 的Coco 會不會是因為 靠越來越多 的草系 去出現的情況 好 但我們不要說 現在看到一個 一個 Crasic Shield 但現在保護不到 這個招式的關係 Sky Drop打上去之後 好了這個時候 Sernius 先做一個 Geomancy 如果有 Sky Drop 捉了他 那是否 古拉哥會有 什麼特別的招式 去處理S呢 當然這個 Sky Drop 是防止對面 Follow Me的情況 因為夾了之後 其實 Redirection 就完全消失了 古拉哥會發生什麼事 會不會是他直接 做一個強化 或是什麼 不是 是一個炮烤 將對面的Sernius 想去做一個 踢走他 但不好意思 剛剛的Crasic Shield 太有用了 關係 Grid Shield 可以去防止 去WAR 但如果這個時候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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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asic Shield Crasic Shield 就是 Crasic Shield 對 再加上 剛剛Sernius的高速度 是快了的關係 所以Crasic Shield 是不會受到傷害 好 所以選擇 把Grandon 完全處理了 想廢 拋敲 不好意思 下場 對不起 X X 就已經可以去 完全去 一個高速性的壓制 據伐手 應該沒有辦法 嘩 他很想知道是順風 真的 完全不給面子 這個時候 好了 Sernius 完全是一個 你看看 對面 Roy那隊 只剩下的戰鬥力 可以幫忙去統制 其實只剩下的火鵝 這個時候 WAR就使用 戰爬褲 其實是否想 用Fight Out 去幫自己 增加一些 就是可能延長 順風 或者去做一些 其他事情 他可能自己延長 這一場比賽的壽命 其實會不會 這樣扣寒就算 這個會比較化算 尤其是 如果你當對面 是不知道自己太多的資訊的時候 而你又不可以 對面太多資訊的話 都可以是一個做法 但我們看到 Sean就換了自己的 Smeagle 換入了這隻 田嵐以後 就先防止對面 一個 breakout scene 好了一個月爆 就開始撐下來 這次的對象 都是一隻 潛爬褲 將個權力追到 嘩 剩下了一點點 似乎這些 Sernius 要不就收不滿 要不潛爬褲 收了很多的特防 看傷害 就好像是 潛爬褲 是想辦法去捱 但我覺得 跳完舞之後 X的月爆 其實也浪費了 一個進攻的機會 因為 這個女王威嚴之下 令到他其實 這隻招的 浪費了之餘 他又不能做一個 刺驗衝空 將對面的 Cernius的血量 再扣多一點 那啟怕 其實也有少 難以 逆轉這個月勢 其實 嗯 我還有少少機會 Roy Sir來說 我想這機會 都是一個 希望用一個 次驗推進 剃掉對面的 Cernius 就可以了 但是當然 你 Sean那裡 索性不理你 Cernius 所以讓你任意跳舞 沒有問題的 但是殺傷決定 是先對付了 Cernius 好了 也是一個月爆 補充回剛才的 陽光 這次他首先 處理了 Roy Sir的X 不讓他進行跳舞 或者保護的方法 直接他處理了X 其實可能 據他來說 是一個好處 嗯 好了 看到血量傷害控制之後 其實也看到 剃掉也打不死 沒錯 這個X其實 也相當之硬 喂 現在在X那邊 完全是可以進行一個高速壓制 其實你覺得 還有沒有方法可以逆轉 這個劣勢呢 基本上就沒有了 再加上 其實Sean後面還有一隻 神獸還未出來 這隻 Lunara 其實只要處理了 次驗跑褲 基本上Lunara 都可以做一個壓制 都可以 我想這個時候 其實Roy Sir那邊 其實真的難以處理 原來還有Helping Hand Helping Hand的情況下 其實X其實相當之暴翼 再加上 其實 如果我在Sean那邊 我會保留一點點 的招式 情報 都不希望這個時候 review到自己的招 Helping Hand 因為始終來講 Helping Hand 都告訴你 其實我是沒有一個 背心的情況 完全是四兵壓制 我想在那邊的情況下 他完全是沒有想過去做一些 沒有留守 完全可以把對手壓制住 去首先落出第一個勝利 其實Roy Sir也算是很大意的 某程度上 如果你以為自己拿著一隻Raw 在某程度上 坐在某程度上 坐在某程度上 那是傻子 現在全世界都知道 這首歌唱的話 但圖鵝 基本上在全場裡 只有他和一隻鎖匙 會出Craft Issue的關係 你見到圖鵝 再加這個組合 其實你 看得多你的比賽 報告 都知道圖鵝 防止對面有任何的傷害 我感覺到好像被人打臉 鬥巴聲下去 Raw 沒辦法 因為我在瑞士祭的情況下 就是被人對面 沒有去想過我會有複製燒的情況下 就使用了Waw 那 不知道師傅是什麼的角色 其實你覺得 來這一場 Roy Sir會如何處理 普通遠加X這種手法 我想他其實Roy Sir 不如想想辦法 可以用一個高充壓制 例如說 火鵝其實在天氣下 未有任何家庭都可以做很大的輸出 但當然要對面的圖鵝犬來說 Coco好像不可小的一隻精靈 我記得Coco其實是有Sky Drop 即是說可以封死了圖鵝犬使用4Me 去吸引一些招式 而認為X是直接受重創 但重創不代表可以把局面處理 你要處理X的話 你打不死他 其實也是等於沒有打過他 那看Roy Sir今波究竟會如何處理 Roy Sir首先是使用火鵝 再加古拉哥這個手法 我們真的想到一個高充壓制 但對面有一個Lunala和Smeagle 似乎都在想 也不想這次用一個同一個招式 去防止對面Roy Sir Roy Sir可能有防衛 那回到我回想 高速壓制 其實對月神會不會有什麼影響 都會的 因為其實月神來說 速度線上剛剛比火鵝 是慢了一點點的關係 其實這件事已經足夠 令到火鵝的龐大的攻擊 令到這個優勢 但這個時候火鵝說定了一個順風 我記得剛剛圖犬 其實他會有順風 究竟會不會再用順風去 但不是啊 圖犬索性石一口 這個魔之敏 將對面的一個火鵝 去睡覺 但這個時候看到 無敵的一個Z技 就出來了 Lunala試出這個專用的鬼式 其實他的專用威力 其實也相當之高 有去到190 200的怪力 這個日文很容易讀 就是一個 Moonlight Booster 那如果你讀什麼中文 那些什麼月華飛淺落靈宵 這些交給Fx 英文更加難 Moon Glaze Mels 什麼Melsom 我真的忘記了 你先叫Moon Glaze Melsom 記得了嗎 現在三四二言 你想中哪一隻 太厲害了 究竟在這個時候 究竟會不會處理那個古拉糕 古拉糕 是生存到的 因為可能某程度 調了一點威力 這個 打不打中對面 這兩隻是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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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好 這個射血的情況下 令我桃苑使出一個 一血筋 令他還可以生存在這個場地上 對呀 但是有時候用加速的 你桃苑走出來的 剛才他使用的加速 即是對面的順風 完全沒有優勢 帶來的 優勢沒有了 沒錯 剛剛因為火蛾已經被Lonely Kiss了 那麼火蛾就沒有辦法 再在高速的情況下 再去阻止對面的狗狗 繼續不斷按Lonely Kiss 好了 這個時候決定 換走自己的火蛾 換入了 遲刃跑虎 都防止對面的 鬼系招式 打進去這個位置 那會不會 其實古拉糕在使用補援 然後靠 遲刃跑虎 下馬威去處理狗狗狗 都是會這樣的 可能性很大 這個時候有兩招打進去 包括Lonely Kiss 和Shadow Ray 都打進去 加個防禦 減回避率 所以來說 如果用段牌之劍 應該可以處理狗狗 如果我是火蛇那邊 其實我可能會考慮 用下馬威去處理狗狗狗 因為狗狗狗 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高處最快的速度 另一方面 都會令到自己古拉多的 一個斷崖之劍的谷威力加上 因為來說 由一招 招式的招式 打了75%的傷害 變成一個 雜火打進去 Lunala 其實 威力上 我有機會處理到 Lunala 在這個時候 決定換走自己的 這個 屠道犬 換入前跑虎 做一個威嚇 非常自盡路的打法 看來牠手的 其實操作 都是 有少許穩陣的程度 對 其實我看見 威力上也打了 做一個很合理的 Fake Out 這個斷崖之劍 會否有Criticals 可以出現? 是沒有的 可能處理不到兩隻精靈 之餘 都令到對面 Lunala 可以有機會做一個 Shadow Ray 是一個 Moon Glide Scream 不是 用了Side Shock 其實Side Shock 還是Moon Glide Scream 會比較重 如果有收特防 比例上 應該差不多 我想 對於一個 傷害控制來說 我想 這些經驗之談 你剛才看到 Jill Moon Z技 打到了 大概有八成的威力 會不會說 只要Shadow Ray 打回折之後 他的威力 會比較強 還是Side Shock 可能 就要到臨場判斷了 回到來講 現在火貓 對面火貓剛剛上場 其實對面 可以再使用 那隻Fake Out 而我方 不知道會不會有價錢 要不要防止 原來是廣房 連Fake Out也不用 算是一個廣段防衛 防了對面的一個 斷乃之劍 這個時候 這邊的火貓 先做的行動 是一個U-turn 換走了自己 減一的火貓 都可以回收自己的Fake Out 以及一個Ethimid 月神真是過財過藝 那當然 現在這個時候 基本上是一個空檔來的 這隻 似乎有所行動 會不會有一個 似乎推銃 打到哪一邊呢 正路來講 都會打到關囊那邊 但這個會不會是 而你手臂 就是鎖一鎖 打到那邊呢 也不是 在呈現之下的 似乎爬一鎖 打到那邊就困難過 其實相案之控 對 剛才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 intimity的關係 好了 這個終於順風都完結了 那這個時候 下場的會是哪一隻 會不會是自己的 訪問 我猜是似乎爬一鎖 似乎爬一鎖 似乎爬一鎖 都是比較 悶 無聊 當然似乎爬一鎖 是互相悶出悶流 看來 夏馬威的 就是使用夏馬威去 阻止對方 然後自己進行強化 那是變成一個 Miney中 一個很常見的手法 嗯 當然 我們看到其實 這個 做一個 潛逃一鎖 其實這方面 去做的事情 可以fake out 甚至乎 有沒有辦法 直接處理了 Lunara 那也是一個問題 因為始終Lunara 是講多才多艋 剛才出了兩招三招 可能是不要了 不要你那麼多 先做一個強化先的Axon Sernius Geromancy 將自己的特攻特防 和速度加兩級 即是兩倍的關 我想 Wall Sir使用強化 其實是因為 真的沒有辦法 處理那個腳面的火 始終沒有辦法 處理那個腳面的 似乎跑斧 嗯 同樣我們看到一個 side shot打出來了 就 ignore了對面的一個 強化 直接打到防禦方面 又做個U-turn 你這次真的想洗這個 Infimid 洗了多少次啊 好了 換走自己的 次炎跑斧 換入一隻火蛾出來 但這個時候 次炎跑斧有個空檔 去做一個 次炎推進攻擊 會來打 他的對象會是哪一邊呢 其實 次炎跑斧除了 次炎推進之外 其實還有 高算歌才多艋 有其他的招式 去幫助他 對啦 就是這招啦 你RAW不到我 我RAW回頭了 Karen War 去處X 其實是一個 去採取的方法 對啦 Wall Sir 其實很貪心 為什麼有fakeout 不用走去用這一招呢 完全是一個 貪心的行為 想回收這個 intimidate 回收這個fakeout 結果 聰明版還沒有聰明 那我想 這個時候 Wall Sir的影片 其實完全是佔了奪勢 真的 自己想強化X 沒有強化 而傾氣也已經輸出了 已經是完全去求行 這個簡直是 missplay來的 所以說 這個是 如果在我的角度 如果你想大賽 發生這種事的話 除了覺得 你不知道在做什麼之外 我不知道在說什麼 那其實會不會是 他喝了一些 會防下馬威的手段 所以他才用U槍 去收走一隻火貓呢 其實你換了自己 下馬威也好 我覺得 防自己下馬威也沒有什麼意思 好了 我們回來這邊 即使防到下馬威 但是你做了什麼呢 其實你等於換了自己 一個Slock 其實你做不到任何特別的事情 你做下馬威是一個正常的play 可能他 因為 因為 Game 1 的時候 他使用下馬威 被人換一隻雷王上來 所以可能他怕了 你換了一個前男美後 對他來說是沒有意思的 你有沒有想過這件事呢 我真的不知道他有沒有想過 我問錯對象 那個對象不是你 其實 那沒辦法 一個火貓的高財高藝 配合月神的情況下 就已經完全處理了 Wall Sir的S和古拉歌 那沒辦法 那我們也恭喜Sean 也贏了這次的PC 那接下來三月來說 就有四場的MSS 那 各位外地的朋友 如果收看這個比賽 歡迎大家來香港參加這個比賽 四場的MSS 實在太瘋狂了吧 但是你這個時候有機會拿足100分 100分對於你去參加這個細賽來說 差不多是等於半張入場券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也好 其實沒有啦 非常之過 辛苦我們的工作人員了 延續四個禮拜天都要去搞 那也要留意我們PayPalmine 那幫香港的場程 那我認為 場地上未必是在這裡 是不是三場 四場都有 四場都會在這個 觀塘的王朝舉行 那我們之後也看回我們場程 看看我們的報名場程 規則等等 主要也是打個Moon Series的比賽 沒錯 也是我們繼續在三個系 Moon Series的比賽 好 提一提大家 今天這個星期 如果你們曾經報名參加這個WiFi大賽的話 想拿到閃光黑面粉的Tapobulu的話 記得回去打三場比賽 好了 我是今天的高超為止 是的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